在日常生活当中 每一天看到这些人士 也要在这个里头修定修会 你在家庭里面 会念佛的人 会修行的人 家庭都是非常好的造成 那这个人给一点气给你收 那个人说几句难听的话 你能够不起心不懂你 你在修一行不乱 那些人的是 是你的大善之士 没有这些人 你那个人如果了 你从哪里成就啊 那这些人给你甜言蜜语的 你不生爱念的心 给你一些是是非非的 没有诚会之心 这些人通通是善之士 成就自己定会的功夫 也就是 信宗里面所讲的 一心不乱 念佛三昧 是在这个地方修成的 那么换一句话 听到些是是是非非 行音行语 行语 行语啊 就动了念头了 你立刻就要忏悔 我怎么又错了 又被境界所转了 你要在日常生活当中 除世待人皆无之初 念念都能够遮 读不迷 你念佛的功夫 不必要三年就成功了 所以一切识一切处 都是我们的善知识 都是我们的好老司 都给你学会儿确语 我当更爱的 都给你学会儿工夫 读不读不迷